那个老人是谁视线的 文殊菩萨 但是他不知道 那老人说年轻人你在想什么 哎呀 老和尚 我年轻出家闭关经典都背下来 讲经说法没人听 我很纳闷 那老和尚说 要成佛未结缘怎么成佛呢 你要成佛没有跟众生结广大缘 怎么成佛呢 老和尚说那你智空缠世线 对啊 那要怎么结缘 老和尚说来 身上有没有钱 智空说没办法了 那你把你衣服脱下来卖掉 他就卖掉了 你去买一些米来 然后他就买了一堆米 老和尚我教你怎么结缘 你最好在山上再住个十年 然后我教你怎么结缘 他怎么结缘 每天都拿个米去喂鸟 喂鸟 连辨十重给孤魂野鬼 我现在很老实 我就照着这么做 他喂了十年 后来他喂了二十年 喂了二十年才下山 下山的时候五十五岁 五十五岁一下山以后不得了 来听他讲经的都是年轻人 小孩子年轻人 徒弟也来也多 年轻人跟他出家 那个时候他才提我 哎呀 原来如此 虽然我闭关二十年经典背下来 没有结缘 现在那些鸟那些鬼 现在投胎做人了 喜欢听我讲 讲错也说对 结善缘很重要 情人眼中出西施嘛 你要是结恶缘 不理你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路边也是这样看 这个女孩子这么漂亮 嫁给这个男人这么丑 结善缘的嘛 怎么看他都帅 对不对 所以各位 那你要学佛 那更要如此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决心要成佛 那你一定要很努力 要怎么做 念一下 半工半读 一定要记住 这个叫福会双修 修福报 你要拿半天的时间 去接触老人 接触病人 放生 做烟共 帮助别人 屠宰场 兵渔馆 医院 魂牧 你要去结缘 半工半读 半工要修福报 半读 半天的时间忏悔 闻师修经典 意念丧失 对不对 观修仪轨 这两个 然后你把这个半读的智慧 要用到半工来 因为你所修的这些佛法 读宋的经典 能够去布施给众生 我们最近在办一个 读一下 十万遍地藏经 读宋 超写法会 四个月很多人开始在写地藏经 在读地藏经 十万遍 各位最好也加入 你这一次回去最好读一遍 读一遍就加入这个十万遍了 你回去抄一部地藏经 抄完以后就加入这个十万遍了 那你抄完地藏经 最好把地藏经寄给我 那手抄的功德大了 我们要拿来装葬 装在佛塔里面叫地藏经塔 那你去绕这个地藏经塔 一绕就十万遍了地藏经 那你这个功德干嘛 像我随时把握这个功德 我走到哪里撒一堆米 十万经都在里面 十万点灯都在里面 我已经发动了 念一下 照十万佛像 点十万灯 供十万水 放生十万 做烟供十万 印佛经十万 这些我都做好了 我们点灯已经超过好几百万了 因为结合大家 我们叫国际签肠放生 国际签肠烟供 国际签肠点灯 到处叫人家点 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自己开 这个做灯的工厂 不卖的 做最便宜的 最清洁的 送啊送 送到各寺庙 拜托你点 那个树油灯挖起来还可以吃的 没有奶油就拿来 这个抹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纯粹的树油做的嘛 又没买卖的 然后到处送人家点灯 各位这个功德你要会计啊 会计好以后 就像给妈妈一样 像我每次做很大的功德 我如果有时间赶快去找我妈妈 妈妈 我又做什么做什么 我妈就坐在那边听 这样 吸收功德 我跟他讲你放我出家 我每天会想着你 我每天都做功德给你 你只要放我出家 对不对 我跟我爸爸也是这样交换利益 我出家修行 你准备升天 对不对 然后我就很认真 但是我师父说 你不能光只对你爸爸妈妈好 你要用这个方法 对待所有人所有生命 哪怕一个孤魂野鬼 所以有一次我去新加坡 有一个眼睛看得见的 Tony说海盗法师 哇 你现在是鬼道教主啊 我说这怎么讲 哇 我们那些鬼很喜欢你 你到机场他们就来欢迎了 我说我不是光鬼道 我还有动物道 我还有地狱道 人家是要往生天道 我是三恶道 但是我曾经问大宝法王 这样好不好 他说好 因为我去参加不动佛闭关 大宝法王就教我们怎么观修不动佛 怎么供养 但我观修老半天还是不太专心 但是我如果观修我在地狱 我在恶鬼道 念不动佛星座 我就很得力 我就不会打瞌睡 那我就问大宝法 我说大宝法 这个你每次叫我观修那个 不太容易观 我就不容易专心 但是如果我观修在地狱 我精神就来了 我就念得很认真了 他说好 他说这样最好 有悲心 后来他就讲 他说有人在观修好多只手 以后也变得怪怪的 我们观修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而不是说定在那个 拿摩阿弥陀佛 那你要观修阿弥陀佛 当你念四个字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变成阿弥陀佛 进入地狱 进入鬼道 进去帮助父母祖先都变成阿弥陀佛 所以一开始你在念 战佛记的时候 你要这样观修没错 阿弥陀佛圣经色 向好庄严五等轮 会不会背 不会背你不想去 那各位在念的时候 你要不要变成动画 变成真的 你不能光念 阿弥陀佛圣经色 像好庄严 所以你念的时候 你可以把噶玛巴 把祖尊都变成阿弥陀佛 然后呢 化佛中 光中有佛 菩萨亦无边 四十八愿 然后阿弥陀佛现前 极乐世界现前 然后呢 祈求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然后你就开始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有的本尊都变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变成阿弥陀佛以后 那你开始转为四字的时候 所有的地义 二轨道 鸡鸭毛 通通变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有的众生都变成阿弥陀佛在加持 那个时候达到了什么 我念一下 心佛众生 心佛 三无差别 三无差别 身口意 皆为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念佛 不管你是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念 所有的众生都变成本尊的身体 所有的声音都是本尊的名号或咒语 对不对 所有众生的心都是本尊的心 慈悲与智慧 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本尊的净土 这样很认真去念 所以我想 那我们现在修行佛法要开始 原来这个叫空性 空就是不离众生 不离一切 所以各位这个修行是要次第的 下四道 中四道 对不对 下四道就是修福报 你要有很大的福报 中四道还把这个福报放下 叫出离心 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放下 你根本就没拥有你还放什么下 有些人来出家 我就问他 你要出家很好 过去做什么 没办法 贷款 欠钱 我说那你不用修了 先去洗网吧 因为你们福报一下 你就要读金刚经你还修 所谓放下是要释迦牟尼佛你看 世间最大的福报转轮胜亡 对不对 三个皇宫 五百童女 对不对 三个老婆 这个叫福报 然后放下了 放下六年苦行出离心 对不对 然后六年苦行以后 思为空性 成佛度众生 这个有个次第的 你不能说密宗很好 我现在就直接跳上去 乞丐要做皇帝 什么叫灌顶 灌顶就是把这些佛菩萨的权力 授给你 让你能够去代替佛菩萨利从 但是你要得到这个权力 你要有菩提心做基础 菩提心不是光发心 而是你有菩萨界的内容 那菩萨界的内容 那你要具足 念一下布施 慈戒 忍辱 这个资粮你要修得比别人好 所以我现在 我每次出国 我都带得比各位钱还多 到处一直布施 人家说海盗法师 你很多钱 没有我都少完了再回去 因为回去以后就有了 因为各位 你早上布施下午会不会得到 你要相信因果 相信因果 你越布施 你越利益众生 那你得到的越多 我刚出家没多久 我就两间寺庙 我两间寺庙 马上就布施给别人 后来就越来越多间 我没有盖寺庙 就像我今天坐在这边 老实讲 我很感恩 我都还没有盖寺庙 就有一个道场还不错 要讲了两天 不错了 你要叫我盖一间再来讲 那我就再见了 但是这个福报要修好 我们中国人讲 放长线 雕大鱼 你要聪明一点 所以各位现在走到哪里 要布施 要布施 要供养 大宝法王有一次给我说 我很喜欢照相 我就是翻杂志 哪一本哪个相机最好 结果一找到了 135万台币 那个相机好 我就问大宝法王 对啊 我也知道这个最好 买来了 对不对 供养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每次拍我就很高兴 哎呦 135万的 为什么 因为佛在拍相片 我就不用拍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福田你要去种 像我妈妈也是 我妈妈她只要一笔 那个房子还不错 我就赶快弄下来 你去住 他只要傻个眼神 我就OK 因为妈妈是福田 对不对 三宝是福田 昨天有讲 还有一个什么福田 慈悲的福田 那些可怜的人 那些要被杀的生命是福田 各位要救啊 有一次我到市场 那我不好意思进去 我说你赶快去里面 把我买一些活鱼啊 难过经过这个市场 赶快买几只也好 我们赶快去救 结果那个信徒又跑出来 师父我绕了一圈 都死了 没活的 我说你不会买几只死了 他说买死了干嘛 拿来买啊 让他不要被杀被阻 帮他念往生咒 这也是跟他修福报 他说我都不知道还可以买死了 我说赶快把钱花掉吧 各位记住 活都买不到买死了 好不好 如果有人把你死掉的尸体拿去埋葬 你会不会生生死死报恩 那是一定的 所以我有一个故事 我还要再讲一次 有一个男人跟他的女朋友谈恋爱 谈了三年 我好爱他 决定要跟他结婚了 对不对 后来这个女方的家长不准这个女生嫁给他 偏偏给他嫁给一个赚钱的长得不好看的男人 这女孩子只好嫁给他 然后这个失恋的男生就哭想要自杀 对不对 后来就到寺庙来 在寺庙那边哭 老和尚一出来 哭什么哭 师父 我女朋友这么爱我 我这么爱他 为什么要结婚之前 他妈妈把他嫁给别人呢 老和尚说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啊 以前在一个海边 有一个女孩子不知道是被强奸还什么 死了 尸体丢在海边 没有穿衣服 很多人走过去看 哇 女孩子好美啊 好可惜啊 死了 还在偷看她的身体啊 然后其中有个男人有一个同情心 哎呀 赶快把上衣脱下来 盖在那女孩子身上 让她不要一直被看她的肉体啊 经过了三个钟头 又有一个男人走过去 看到人家在看 他想说 这么久了 他说大概找不到他的家人了 这个男人很好心 就去买一个棺材 找了一个地方 把那个女孩子装在棺材买好 然后老和尚在讲的时候 从镜子里面 好像看电视让她看到那一幕 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然后她就说 你刚刚有看到那个女孩子的脸 像谁啊 像谁啊 各位像谁啊 就是你爱的女 对啊 对啊 就是她 老和尚 我讲故事给你听 你就是那个男人 你布施那件衣服 盖她的尸体三个钟头 所以她欠你三年的爱情快乐吗 三年 各位三个钟头欠她三年 后面她要嫁的这个男人是谁啊 就把她埋起来的那个 各位 结缘重不重要 重要啊 所以她说年轻人 你了解就好啊 你既然这么爱这个女人 然后呢 后面这个男人 把你最爱的人埋起来 你应该谢谢她才对啊 你也要祝福她 这个男人一定会很爱她 她连死了都把她埋起来 而且她会过得很幸福 你放心吧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结缘吧 到处要去结缘 到天主教堂也要结缘 到博物馆也要结缘 上回我们去大英博物馆上一次来 然后他们就带我们去看那些埃及的 是吧 有人回来就生病了 我说你去看那个木乃伊 欣赏她的死 她就找你麻烦了 你看她的时候 就要给她 对不对 观想 你不可能在博物馆撒蜜吧 你要摁啊摁啊摁啊摁 偷偷挥个旗子的超度她 你要跟她结缘 就像各位身上 我们这次每次出来就各位带这个 带这个上面有欧玛尼贝美宫舍 在上面还有欧玛尼贝美宫舍 你带这个走来走去就有功德了 释迦牟尼佛说 你身上带一个六字大名众 连你的呼吸都可以利益众生 因为你身上有诸佛菩萨大悲总集的力量 走到哪里 利益的对方 所以我想我们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你懂得结善缘 那你 你不用太努力 你走到哪里就有福报 你走到哪里就有人帮助你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再念一次 帮助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记住这个 但是各位不要执着 我们修福报不是为了我要有福报 我们华人的特点就是为修福报 所以昨天我们这边的负责 拉玛跟我们说 我们这边的出家人 很少人供养 西方人没供养的 那我就问说 那我们这些拉玛怎么生活 他如果要出家 他说如果他们要出家没钱 我就要去帮他们找施主 有没有人一个月要付50块英镑 让这个拉玛可以在这边生活 各位 我一想真的 我们在中国在台湾出家 一出家什么没有就是钱太多 福报这么差那么多 所以昨天我就跟大雄说 大雄以后有人要出家 我们要排队供养 每个月供养50块的英镑 就可以让一个拉玛在这边生活很快乐 专心的修行 这边的出家人清不清净 清净 也不用感尖叉 也不用跟领导讲话 他就每天很清净的修行 而且在西方国家像昨天这种场面很难 七八个出家人在这边接受供养很难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种情况 哎呀 你要知道我们福报大不大 还大了 但是各位在这一点 我希望各位如果你是住在英国的 那你要多关心出家人 多护持 我们拉玛还跟我说 这些出家人你供养他 他就存钱 一直存 很不用不用这些钱的 存存存存以后干嘛 有机会买个机票去看噶玛吧 还要等好几年 还买个机票去渐渐丧失 没钱还去不了 所以我在印度也一样 我也一直供养 为什么 他们要参加梦难 祈愿法会 有钱买火车票 我看到很多上师我都供养 赶快上师这是机票钱 对不对 因为上师有机票钱 就可以坐飞机去世界红法 那我将来才有机会 也换我去红法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些修行人我们要懂得供养 这个叫尊敬的福田 慈悲的福田 当然了 昨天这个拉玛也问我说 你们救那个蚯蚓要干嘛 你们救那个鱼要干嘛 显然他们没有放过身 我说这就是我们天天在做的呢 为什么因为救命的力量 所以莲花生大师说 这个世界比放生劝人吃素 劝人保护生命的功德再大 他没有听说过了 而且他又说 这个世界要消除地狱的恶业 要改变命运 要消除病苦 最大的功德比放生吃素更大 佛陀没说过了 所以各位重不重要 重要 虽然这边放生有一点不方便 有一点贵 但是越难越贵功德越大 那各位我们华人应该多放生 多放生回向给整个世界 也会像我们这些上师 他没钱放生嘛 对不对 因为没办法嘛 这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布施 因为福报不一样 但是没钱他们就很认真的 观修 背诵 闭关 但是如果真的要成佛 这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 所以曾经我去印度 有几个老格西跟我说 你过去是一定是我们 格鲁派的出家人 我说有一点像 所以我 我都做过梦 我都没有 变经 我都做过梦 所以我想我一定做过 但是我这一次来投胎做汉人 这个两边都要修 我们显教的福报要修 发菩提音 读从经典 密称的观修也要修 这样才能够福会圆满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大家都有福报 不过学佛最重要的 心有几个 跟我背一下 第一 对自己有惭愧心 这是第一个要点 不要骄傲 世间人不懂 我凸显我的身材 我凸显我的财富 这样不行 所以各位要多拜佛 拜佛可以消除我慢性 所以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我们爸爸妈妈没饭吃 我们爸爸妈妈在生病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那这些众生都还在轮回 还在受苦 我们不能骄傲 佛已经成佛了 我们还在做个男人女人 做个有钱没钱的 这想起来很可怜 所以要有惭愧心 第二个 对众生要有报恩心 所以所有众生 没有众生这些父母们 我们没有活的机会 所以你的鞋子是泰国的 你的衣服是中国的 你吃的巧克力是英国的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众生有报恩的心 爸爸妈妈生我们 养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快乐 不要痛苦 这一点我认为汉传佛教最好 祖先要超度 对不对 非常孝顺 大概西方国家没有这一套吧 没有 像我出家 我把我祖先牌位 带着三年 我没有放掉 因为我以前看过偶一他事也这么做 我跟我师父说 我师父说对 这样做对 虽然别人笑我 我都还带着 甜甜甜甜 做什么功德都想到祖先 想到父母 再来第三个 对三宝要有信心 所以阿弥陀佛的功德 观音菩萨的不可思议 各位要绝对相信 请问 噶玛巴是不是佛 你念噶玛巴有没有加持 百分之一百 各位听我讲一个故事 不单的公主 有一些出去坐船 结果翻船了 要翻之前噶玛巴去挪 结果得救了 那个时候十六师大宝法王还正在修法 突然停下来 啪一声 因为有人念他的名字了 求救 打包法王 不管他人在哪里 他就会加持你 赶快把这个传难消除掉 这是不是观音菩萨的功德 救苦救难 所以各位要有信心 你对你的上师 对你的师父 有信心的话 那是你最大的福报 就像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对他老公有信心 连睡觉都会偷笑 对不对 我老公爱我 但是一个修行人如果没有师父 那比孤儿还可怜 但是各位女 你要去清净善之士 所以我经常介绍人家大宝法王 这个保证不会错 这个你没有接近他 你只要念甘玛巴他就来了 这个快一点 所以各位对三宝 对佛经都要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有信心的人 就像手可以拿到珠宝一样 信心如手 念阿弥陀佛的人有信心 他连往生都会笑 我现在得癌症 快往生 我要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有信心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 所以在悲策 对自己有惨愧心 对众生有保恩心 对三宝有信心 那这样你就入佛门了 入佛门以后第一件要什么样 来 深信因果的心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起心动念 一个不好的行为 一个念头 就会照下一个阴 一个种子 所以有一次我几个师兄弟开车 我坐在旁边 我师父坐在后面 然后前面有一个小姐走过去 我那个开车的师兄就瞄他一眼 我师父说 完了 你下辈子要娶他做老婆了 各位本来就这样 你动一个念头就跟他结缘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人 你走后面都看他两眼 等下他就会转过来看你一眼 或是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人 都看他两眼 等下你会发现 他怎么走在我身边 因为人的念力能不能感染 所有得到都是念头照感来的 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 你千万不要乱齐心动念